大家好 我想你可能已经看过前面的我们的那个小短片 那是不是会对执行研究的这门课有一点认识 可是其实也有点好奇呢 所以我想接下来我花一点时间来跟大家说明一下 到底执行研究这门课我们会教哪一些内容 那其实在执行研究里面 我想我大概会分成两个角度来谈 第一个可能我们要先澄清就是到底何谓执行研究 因为其实执行研究是在研究方法论里面其中的一个大区块 因为它是属于执行的部分 那当然另外一块其实就是所谓量化的部分 那所以我们在一些就是理论上面的东西 我们可能会让同学去理解到 到底执行研究是一个什么样的研究方法 基本上其实它是一个走深度的研究方法 那所以它在这整个过程当中 其实有一个重点就是对于人性的解读 所以我们也会在课堂上面 其实利用一些小活动 让同学对这个部分其实是会有一些理解 比如说我们在课堂上会做访谈的演练 然后也会请他们学生私底下就是针对他们的主题去找受访者 实际的去做一个访谈 那所以你会发现说其实执行研究这堂课 它不是只是访谈 并不是说你做深度访谈 其实就叫做执行研究 事实上它还有其他的东西 那我想这个部分会透过我们 大家会谈一下它实际操作的部分 或者其实在前面的影片 你可能多少已经会有一些概念 那当然在理论的部分 我们会谈到有一个重点就是 去理解所谓的直性研究跟所谓的量化研究 它们到底在角度上有什么样的不同 那当然量化研究它完全是走数字 可是在直性研究里面 你会发现你会有很多的细节 所以那是为什么我们会去谈说 我们是走一个深度 因为基本上我们的受访者不会很多 可是其实我们会一个一个很深入 然后非常广泛的去跟他探讨某一个主题 那再来就是理论的部分 可能还会有一个重点就是 直性研究事实上 它到目前为止派别非常的多 所以我们大概只会抓四个重点去做介绍 一个就是扎根理论 第二个就是现象学 第三个是所谓的诠释学 第四个就是叙事 那其实这四个派点的部分 它大致上也可以区分成 一个是比较接近量化思维的角度 另外一个其实比较接近后现代主义 所以大概会透过学生去做一些报告 我们在做课堂上一些讨论 然后对这四个派点 会有一个基本的概念 能够去区别 因为到时候其实进行直性研究的时候 学生必须学会 你到底什么样的主题 适合用什么样的派点 所以这个是有关理论的部分 那事实上这堂课主要的重点是在 整个直性研究的实际操作层面 那所以事实上我们整堂课的安排 就是从确定你的研究主题跟题目之后 一直走到我们会把结果与讨论的部分写完 然后完成一个小论文 所以可是因为过去的经验就是会发现说 定题目其实并不容易 所以我们采用的方式其实可能会请 如果是在硕班的话 就会请学生直接去找一本他喜欢的书 然后从中去寻找一些灵感订定他的主题 然后这个主题确定了之后 其实我们就会请学生去做所谓的文献探讨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 其实我们会去练习到底直性研究的写作 跟量化研究的写作有什么样的不同 而且也就是透过要求学生再去看一些文献 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再一次去练习他们 怎么样去阅读文献 怎么样去整理文献 让学生在这个研究的技巧上面 其实是有所进步 那再来就是说 当你题目订定了之后 其实在直性研究里面 会有一个很大的重点就是 你要去访谈受访者 那你当然不可能没有准备就去 所以其实我们会有一个重点是 大家会去讨论怎么样去拟定你的访谈大纲 那这个访谈大纲确定了之后 事实上我们会在课堂上大概透过学生实际的演练 然后其他同学在旁边的观察 然后我觉得从两个就是你实际去访谈 跟有旁边的观察员 我们去讨论就是到底在这个访谈过程当中 你需要注意哪一些事项 所以就会让你将来在要去做访谈的时候 心里比较会有一个概念 所以这是另外一个重点 那当然访谈完之后 如果你有去访谈这些受访者之后 其实我们会要求学生是要去打主制稿的 那这个主制稿打出来 其实它会有几个作用 第一个是去检视你在访谈的过程当中 到底有没有哪一些不自觉的语气 或者一些说法 然后再来其实也是去检查说 到底这样子的访谈内容是不是够丰富 所以他就会有大概这样两个角度上面的想法 那再来就是这个部分我们做完之后 其实会透过那个主制稿 可能会进行所谓的一个资料分析的一个练习 那所以这个因为其实在执行研究里面 资料分析是通常让学生最困扰的部分 所以透过实际的操作 我觉得大家会多少有一些概念 那所以其实就执行研究来说 大致上我们就是出了理论的介绍 然后会有一个重点 其实就是在这堂课里面 其实我们会完成一个小论文 然后让大家对执行研究是有一些认识跟感觉 所以大致上这是这堂课我们会上课的内容 那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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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